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时隔一年之后 两队再次碰面 赛前 蔡斌指导公布了首发阵容 龚翔宇由于伤病原因缺席了本场比赛 蔡斌指导选择了由王毅竹来打接应 此外 李盈盈对角的位置 由王云露主打 袁锡月 王元怨 刁林宇 王孟杰 也都进入了主力阵容 主攻李盈盈 王云露主攻位置上 在朱婷和张长宁无法参赛的情况下 李盈盈是中国女排的头号得分手 世界女排联赛期间 她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出了核心球员的价值 但是 其对角人选存在很大的争议 金叶和王云露都无法有效撑起这个角色 不过 蔡斌指导在这个位置上没有更好的选择 世锦赛的14人参赛名单 金叶和王云露再次携手入围 相对来讲 金叶的进攻能力更胜一筹 王云露攻手比较均衡 最终 蔡斌指导选择了由王云露来打李盈盈的对角 副攻 袁新月 王云云相比较于其余几个位置 副攻位置上的悬念最小 虽然有4名3号位队员进入了14人参赛名单 但是 袁新月和王云云的主力位置非常稳固 除非遇到伤病等意外因素 否则 杨寒玉和高益很难竞争首发名额 袁新月有着超过2米的身高 王云云也是一名高大型副攻 两人可以组成双塔组合 袁新月的高点被飞 是中国女排非常重要的进攻方式 王云云的优势则在于拦网能力出众 两人只要发挥出正常水准 就能在网口给对手制造足够多的麻烦 高益和杨寒玉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副攻队员 一旦袁新月或王云云的状态出现起伏 蔡斌指导在这个位置还有调整的余地 接应王云竹公祥宇由于临时出现了一些伤病 教练组为了保险起见 本场比赛选择了让公祥宇休息 上个奥运周期 公祥宇是中国女排接应位置上的绝对主力 并且是国家队的老模 因此她的缺席 对于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 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公祥宇缺席之际 蔡斌指导选择了由王云竹来打二号位的接应 王云竹能胜任主攻和接应两个位置 是一名攻强守弱风格的队员 这对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此外替补席上还坐着替补接应陈佩妍 二传刁林宇上个奥运周期 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是丁霞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丁霞的状态和体能都下降得十分严重 在姚迪无缘世锦赛之际 凋林宇逐渐在国家队获得了主打的机会 凋林宇传球速度快 而且传球具有想象力 经常能创造出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不过 凋林宇的劣势也十分明显 在提速的过程中 凋林宇的失误率偏高 而且在中国女排主打四号位的情况下 凋林宇恰恰不擅长传四号位 通过两个多月的封闭集训 希望凋林宇与四号位之间的配合 能更加默契 自由人王梦杰自由人位置上 蔡斌指导选择了王梦杰首发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王梦杰由于状态没有达到要求而落选 王维一获得了大量首发的机会 但是王维一没有发挥出 在排超联赛时的水准 在国际赛场的表现不济如人意 于是备战世锦赛时 王梦杰重回国家队 上个奥运周期 王梦杰就是中国女排的绝对主力 并且随对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他个人也荣应世界杯最佳自由人 如果能找回世界杯时的手感 王梦杰依然是中国女排自由人位置上的首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